在埃及大金字塔以东230公里处 法国考古学家皮埃尔·塔莱和他的团队在沙漠下发现了31座地道 地道全部由青铜和石质工具开凿而成 纵深27米,内壁规整结实 而且满地都是各种储藏罐,破碎的布料和木块 大家一开始都猜,既然开凿在金字塔附近 那这应该又是个地下墓穴 但皮埃尔给出了一个惊人的解释 这些所谓的墓穴,其实是31个地下床物 而31个地下床物共同组建成了一支庞大的沙漠舰队 考古队员们跟着这个推论 还真的在地道里又发掘出了绳索、木板等遗迹 地道内还有专门架起船只的横梁 防止船只因意外泡水 更让人信服的是 他们还在其中一个地道内发现了一张迄今为止最古老的沙草纸之一 上面的象形文字便多次提到船只 同时皮埃尔还仔细研究了地道中出土的青铜工具 他表示这些工具就是当时用于建造吉萨金字塔等各个巨大金字塔的专用工具 但问题来了 最近的青铜矿远在如今海对面的西奈半岛 古埃及人是如何将巨大的矿石搬运至此的呢 皮埃尔一边思考一边来到了海边 突然他发现不远处的海岸竟然有一个石阵 和周围幻无一物的景观格格不入 显然是人工所造 此时他确定了 这里一定掩盖着揭开古埃及法老舰队致迷的关键信息 皮埃尔赶紧叫来专业潜水队 带上细沙泵开始作业 原来表面平静的海底下竟然铺满了船毛 躺着几千块碎桃片 而那个石阵竟然是如今延伸至海中150米长的棧桥的一部分 这一切都说明 在4500年前 金字塔周围并不是焦热的沙漠 而是法老舰队整装待发的港口 尼罗河一直延伸到正在建造中的金字塔群 而满载着材料和工具的运输船 则可以轻松地驶向建造区域停泊在一旁的码头 与此同时 皮埃尔在地下床屋中又发现了近人的信息 在发掘之前 那些地下床屋的洞口 其实都是用巨大的石块封死的 但那些并不是单纯的石块 上面全都刻着密密麻麻的古代文字 这些文字如同《勤士皇陵》中 兵马俑身上的工匠记号 管理者可以通过这些文字 轻松定位并管理施工队的工作 皮埃尔通过辨认 还发现这上面的文字 竟与吉萨金字塔一些石头上刻的文字完全相同 而吉萨金字塔中常名的正是法老胡夫 难道这支沙漠舰队 真的就是胡夫下令打造的允城军 当然是 是的 皮埃尔在巨石上发现了胡夫的名字 并且根据记载 这艘船上还有着两条巨蛇 威风凛凛 金字塔旁的确存在一支随时准备出发的大型舰队 发掘过程中 考古队还在附近发现了一排巨大的石灰石板 有经验的队员说 这下面一定藏着不得了的东西 掀开之后 果然 这是一个狭长的深坑 里面存放着的 是千余块骨血松木 此时 埃及博物馆文物修复部主任 艾萨兹登一眼就看出端倪 说 这应该是一条来自古埃及的大船 修复工作开始后 这些骨血松木碎块 被考古学家们拼成了一艘 长超过42米 宽6米 有12只船桨的大型船只 这艘船有着两个舱室 一个给船长 一个则属于法老 用料烤鸠 十分好华 是如今出土的最古老 且最完整的古代船只之一 而且 船只碎块出土时 绳子并不干燥 土块上也沾满了泥土 显然 这艘船曾经和室雷有过亲密接触 难道法老胡夫曾用这艘遇船下海清征 艾萨此时却说 这艘船的确下过海 法老胡夫也的确曾坐过这艘船 只不过是在他死后 艾萨表示 他在船舱内部 发现了客舍法老名号的名文 而且这艘船又在林木旁发掘出来 很显然 这艘船是法老胡夫的藏仪船 几千年前 法老胡夫的穆乃伊 就是躺在这艘船上 从首都孟非斯沿着尼罗河 一路来到神圣宏伟的金字塔亡林 进入乐土芦苇平原 胡夫坚信 自己的统治能够持续千秋万代 埃及王国会越来越强大 但他永远不会想到的是 埃及王朝后期的著名城市 亚历山大港 有一天也会沉入海底 19世纪初 两根巨大的古代方尖碑残骸重建天日 而根据古籍记载 方尖碑就矗立在 古亚历山大港口的边缘 21世纪 海洋考古学家达米安·罗·宾逊 看着眼前的这一片海洋 陷入深思 他决定相信古籍的记载 进行一次规模巨大的海底发掘任务 他找来另一位 海洋考古学家 弗兰克·哥迪奥和一堆人马 带上深纳和电磁扫描仪等设备 对整个海域进行了测绘 结果出人意料 地形勘测结果显示 海底的确存在着一片大型的人造建筑 达米安赶紧派人潜水下去 一探究竟 一片浑浊之中 潜水员半游半摸索着前进 不久 前方居然浮现出一张人脸 潜水员心里一惊 壮着胆子继续向前游 原来那张脸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东西 一座完好无损的世生人面相 难以想象 他已在海底静静地仰望了水面多久 而这还没完 潜水员随即在旁边发现了另一座世生人面相 两座雕像之间 还躺着一尊人形祭祀的雕像 不远处 只有一块巨大的石板 上面刻满了文字 这让考古学家们兴奋不已 历经千年 能发现保存如此完好的古埃及遗迹 真的属实不易 更何况还有配套的解说 文字解读结果出来后 表明这里曾经是一个叫做安蒂霍托斯的小岛 而两座世生人面相守护的 则是一座神庙 供奉的是法老王全大的化身 女神伊西斯 那尊人形雕像 则是伊西斯的祭司 几千次下潜后 考古队描绘出了整个水下城市的地图 这是一个失落的世界 海底沉睡着宏伟的雕像 到数以千计的碎陶片 沙子下掩盖着各种宫殿 神庙 港口遗骸 彼时的亚历山大港 可谓是世界经济中心之一 西港停泊着来自埃及等地中海邻国的商船 东港则停泊着皇家舰队的几百艘战船 是埃及海上势力的顶点 但亚历山大港的辉煌 却在公元365年佳然而止 一场突发的大地震 引发剧烈的海啸 整个城市轻刻消失 海床受地震影响 也把建筑全部通入海底 于是就有了考古学家们 如今发现的辉煌海底之城 我是青年路11号的明明兵 关注我 带您发现更有趣的世界